現時亞洲正處於經濟改造時的中斷 在最近這十年 亞洲區的經濟一直保持比較高的增長 由1990年至2015年期間 區內的經濟每年都有6%的增長 並且成功克服了很多區內和環球金融經濟的危機 如果按照這個速度來計算 到了2050年 亞洲區的人均收入將會增加了6倍 直到接近了歐洲的水平 另外 亞洲區的富裕人口數目更加會額外增加30億人 亞洲佔全球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 已經由1980年大概18%增加到2010年大概26% 預計到2050年會佔全球本地生產總值的50% 值得一提的是過往10年 亞洲股票市場其中有6年的年度回報 是會跑贏了MSCI世界的指標 過去15年期間 亞洲股票市場累積的升幅更加接近3倍 我們相信無論是亞洲還是環球投資者 將來會越來越重視這個地區的增長潛力 亞洲區經濟近年仍然是快速增長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估計 因為以中國、印度為首的發展中亞洲地區 在2016年和2017年的預測經濟增長速度 仍然有6% 增長雖然是過往的兩年比較慢一些 但仍然是全球增長最快的地方 在亞洲區投資者需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亞洲區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趨勢 就是消費開支 在亞洲區經濟增長中 扮演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料顯示 包括中國、印度和東盟國家在內的亞洲經濟 近年增長的火車頭是來自消費的 淨出口的貢獻是越來越少 另外屬於亞洲區的新興市場 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市場的相關性 直接是慢慢減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發展市場的企業 的借貸周期在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 已經開始和新興市場脫了一季 在股市方面我們察覺到 美國股市的市盈率慢慢偏高 歐洲的股市仍然還有英國脫歐這些不明朗因素 所以不少的資金已經流入了亞洲入面 令到亞洲市場在第三季出現了反彈 在企業盈利方面 在年初的時候 投資者對這個亞洲區的企業盈利是沒有什麼期望的 但隨著這個宏觀經濟慢慢穩定下來 我們留意到在部分的行業已經發出了一些正面的訊號 例如互聯網、汽車零件、地產和保險這些行業 亞洲國家過去一直是比較依賴國際貿易 但是時間不同了 除了傳統的舊經濟行業之外 不少的亞洲國家現在是有些新的經濟行業 正在找出路 而且已經在市場形成了不少結構性的增長機遇 例如互聯網服務、智能手機、廉價航空、電動車等等 這些部分的新經濟行業更加是跳升到區內指數的 十大重要成分股 以及亞洲區的人口結構也提供了不少投資機遇 在今日來說 在亞洲區年齡由10歲至24歲的千禧世代 已經有11億人口 相對於區內的人口是有2成6 千禧世代所帶來的消費、旅遊、互聯網消費 這些投資的潛力 實在是亞洲投資者是不可忽略的 在另外 在發展了的亞洲的人口老化趨勢之下 醫療保險和相關的開支消費 亦都是投資者應該需要留意的 例如 美國人均每年的醫療消費是9千元美金 但同樣的數據在中國可能是300甚至400元美金 除了中產階層的人口慢慢增加 他們對優質醫療的服務需求都會相應增加 既然亞洲區內有這麼多結構性的增長機遇 我們認為投資者可以組合 引入一定比例的主題式的持股 作一些策略性的部署 例如 嚴格地挑選一些受惠長期性的趨勢 包括人口老化、新經濟的發展、千禧世代的消費 優質的企業 長期來說 這些投資組合應該可以帶來一些很高的潛力增長 在同一時間 投資組合裡的持倉 其實是可以配置一些傳統行業的龍頭企業 在這些公司一般來說 都會提供到一些持續性比較好的盈利增長 以及他們的預測性、現金流、管理層的經驗 會比較豐富一些 所以可以來說 這些投資組合 應該會帶來一些不錯的股息收入 以及他們的風險管理都會比較好一些